朋友们好,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75年除夕,父亲留陌生母子吃了30个饺子 20年后,我们再次相遇 一起来听 我叫崔玉珍,1965年出生 我的家乡在英雄辈出的吕梁山上 我的父母一共生了三个女儿 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我小的时候正处于大机体时期 那个时候的大机体都是凭公非非口粮 我们家人口虽多 但真正意义上的劳力只有父亲一个 母亲虽说也勉强能算半个劳力 但因为她身体不好 上宫常常是上一天歇三天 因此,每到清皇不洁的时候 家里口粮就接不上烫了 为了不至于让一家无口饿死 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 但无论他如何努力 我们家一年四季都难得吃上一对饱饭 1975年是大旱之年 从六月割完麦子之后 老天爷就没有下过一场雨 三个月没有见一滴雨水 干涸的土地 像一张张奇形怪状的大嘴 把空气中仅有的一点湿气都吸干了 那一年的太阳似乎特别毒 从早上开始就开始发威 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辣辣的味道 即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都能让人大汗淋漓 看着那近乎干枯的庄稼 父亲慌了 为了解决水的位体 生产队长便开始安排社员妹打起了水井 经过将近半个月的努力 在找了好几个地方后 终于在离催六里地的一条深沟里 总算打出了水 井里游了水之后 社员妹高兴坏了 赶紧挑着水桶挑水交地 父亲也不例外 在有了水的第一天晚上 他就连夜挑着水桶 把几乎快要枯死的庄稼 浇了一遍 刚开始的时候 水井里的水还够用 社员妹浇地 还都是用水瓢泼 但到后来 水少了之后 就只能睡着秧苗 一点一点地往下滴 半个月之后 水井被榨干了 没有水的浇灌 刚有点生气的庄稼 像是漏了气的气球一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枯萎了 看着半死不活的秧苗 父亲无奈地叹了口气 最后 父亲还是放弃了 因为没有雨 生产队也不用上工了 我们一家只能紧一缩食地 窝在家中 躲着白花花的太阳 深秋之后 虽然来了一场雨 但已经无济于事 和我们家一样 催子里的绝大多数人家的粮食 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解决社员妹的染霉之急 生产队不得不提前 把各家各户的粮食 飞了下去 因为麦子也欠收了 再加上我们家 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公分 我们家飞到了一点 少得可怜的麦子 因为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 那一点少得可怜的麦子 压根就不敢动 为了冲击 迫不得已之下 我只好带着妹妹妹 跨着破篮子 拿着铲子 到地里找起了野菜 但连续干旱之下 就连野菜 也少得可怜 即使有 也早就被里挖走了 能找到一块根茎 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到后来 为了不浪费体力 催子里的人 大多数连煤都不敢出了 就窝在家里 节省体力 饿得实在顶不住了 就喝一口凉水冲击 眼见三个孩子 一天天地瘦了下去 父亲坐不住了 也不知道他想了什么法子 十月初八那一天晚上 父亲背着半口袋高粱 回到了家中 安顿好家里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父亲就又出了门 父亲回来时 已经是两个半月后了 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 我们一家就靠父亲 拿回来的半袋高粱 和飞来的那一点小麦 硬是挺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或许有的朋友就会喂 就那么点可怜的粮食 哪能撑得这么久啊 这不是瞎编的吗 不要说你没了 要不是亲谁经历 我自己都不愿意相信 腊月三十的夜里 消失了两个多月的父亲 终于回了家 为了帕瑞发现 父亲是半夜三更 爬着墙头回到家的 为了少吃一堆饭 我们母女四个早早地就睡了 可肚子里一直叫唤 我们怎么也睡不着 就在我在炕上 想睡着的时候 院子里忽然传来了 通的一声 我赶紧推了推母亲 妈 你听到了吗 院子里像是有人 大牙 你看着妹妹 妈去看看 说完 母亲便下了炕 拿着煤锥 就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 还没有走到煤口 一个熟悉的声音 就在窗户上响了起来 篮子 是我 赶紧开门 母亲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却听了出来 妈 是我爸 母亲一机灵 说话都结巴了 啥 母亲一边说 一边赶紧打开了煤 刚开了一道缝 一个瘦小的身影 便夹带着一股寒风 闪进了屋里 真的是你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们娘几个 恐怕就要饿死了 母亲语无雷次地说着 尽管父母的动静 很是小心 但还是被两个妹妹听到了 见日丝夜响的父亲回来了 妹妹妹激动地从被窝里爬了出来 朝着父亲的怀里扑了过去 父亲一边把两个妹妹搂在怀里 一边对母亲说 快把灯点着 点灯干什么 我们有些日子不点灯了 家家户户天不黑就躺下了 要灯干什么呢 母亲疑惑的味道 别说了 赶紧把灯点着 我给你们带回好东西回来了 听父亲这样说 母亲才不情不愿地点着了灯 灯点亮了以后 我才发现 在父亲的脚下放了一个口袋 口袋里鼓鼓囊囊的 这时 父亲已经把口袋打开了 里面竟然是半袋子白面 看到白面 母亲和我妹就差点激动地叫出声来 别大惊小怪的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母亲疑惑的味道 别管那么多了 一年到头 总得让孩子们吃对白面吧 你先把白面藏好 我还有好东西呢 听父亲说 还有好东西 我们姐妹三个 对时瞪大了眼睛 说话间 父亲已经从身上 掏出了一个纸包 打开纸包后 一块八张大的猪肉 露了出来 看到肉 我们姐妹三人 都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把肉塞进母亲手里后 父亲看着我们姐妹三个 心疼地说道 唉 都怪爹没北市 看帮我们家闺女 都饿成啥了 这大过年的 怎么也得让孩子们 尝一点灰气 男子 你却把肉剁成馅子 可不敢炒着吃 要是把味道散出去 不光把狗招来 就连人也能招来 趁着半夜没人 去 赶紧包了饺子吃 听了父亲的话 母亲便赶紧忙活了起来 一个多小时之后 香陪陪的饺子做好了 不等母亲 把饺子盛出来 我们三个 就一人拿着一个小碗 坐在桌边 焦急地等待 在期盼中 香陪陪的饺子上了桌 我们三个尽管 都馋得流下了口水 但没有父亲的非福 我们却不敢动筷子 妹妹二鸭为父亲 爸 什么时候能吃呀 我都已经快把舌头给吃了 父亲笑着说 急什么 饺子刚煮出来 还烫得很 晾一会儿再吃 你也别怪孩子没急 这都多长时间 没填饱肚子了 能不急吗 不要说他没了 我都快流口水了 快给孩子没飞了吧 大雅 你给妹妹妹每人加十个 赶紧吃吧 父亲朝着我说道 听了父亲的话后 我赶紧端起盘子 给妹妹飞了下去 我妹妹人飞了十个后 还剩大概三十个饺子 你还愣什么 赶紧吃吧 见父亲坐在那一动不动 母亲便给父亲递过去了一双筷子 你们先吃 我不饿 父亲并没有伸手揭筷子 而是把盘子挪到了母亲给钱 我颤抖着双手 夹起一个饺子 咬了一口饺子皮 再慢慢地吸溜了一口 当那久违的肉香 进到口里的时候 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哎呀 太香了 慢点吃啊 要不然就尝不到味儿了 母亲笑着对我说 就在我准备夹第二个饺子的时候 忽然间 一阶敲煤声 传进了屋里 听到敲煤声 父亲赶紧先把油灯吹灭 然后对我妹轻声说道 快 先把饺子藏起来 我出去看看 等我妹把饺子藏好在炕上 躺好之后 父亲这才慢 腾腾地走出屋子 等了大约十分钟之后 父亲回到了屋里 不过 令我妹大感意外的是 父亲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一对母子 秋生 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疑惑的味道 唉 这对母子从外地逃难来的 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兰子 刚才不是还剩下些饺子吗 拿出来吧 父亲刚说完 那位大约三十多岁的大婶 就赶紧说道 大哥 嫂子 拿用得着饺子 有口吃的 能填跑肚子就行了 唉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我们家今天 恰好煮了几个饺子 再说了 来了都是客 总不能拿玉米心 代客吧 别客气 看把孩子都饿成啥样了 父亲说道 说话间 母亲已经把饺子端了出来 那位陌生女子还要推辞 父亲却已经把筷子 塞进了她妹的手中 大妹子 快吃吧 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那女人依旧没有动筷子 快吃吧 我和你嫂子都已经吃过了 孩子们也都有了 父亲对着她妹撒了谎 听父亲这样说 那对母子才拿起了筷子 我听父亲撒了谎 赶忙挺下筷子 从碗里夹起一个饺子后 送到父亲的嘴边 父亲身手摸了摸我的头 笑着说道 我们家大鸭真懂事 爸不吃 你吃吧 见我不依不饶 父亲只好张开嘴 在饺子边上 轻轻地咬了一口 大鸭 乖 赶紧吃吧 爸渴了 我喝口汤 说完 父亲便咬了一碗 煮过饺子的汤 大口地喝了起来 不一会儿过后 那对母子就把 三十多个饺子吃完了 吃完饺子后 大婶带着儿子 朝着父亲跪下来 爸 快给恩惹磕个头 大哥 嫂子 你们真是好人哪 也不怕你没笑话 自从离开老家 我们母子俩 就没有吃过一对像样的饭 父亲赶紧伸手 把两个人扶了起来 大妹子 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 大婶抹了一把眼泪 说道 我们老家 今年年龄不好 遭了旱灾 在老家生活不下去了 我就想着 回娘家找一条活路 那孩子他爸呢 大婶叹了口气说 在孩子五岁时 他爸就死了 就我一个人 把他拉扯大的 闲聊了一会儿之后 大婶就要带着孩子 继续赶路 大妹子 这大晚上的 你着什么急啊 这样吧 今晚你们俩 就先在这里将就一晚 等天亮再走 篮子 快把西屋收拾一下 这怎么好意思呢 别推辞了 妹子 来 帮大姐 把西屋收拾一下 母亲 母亲说道 等母亲把西屋收拾好 安顿那对母子住下后 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 就在我正要睡觉的时候 父亲又和母亲说句话来 篮子 我刚才不是拿回来 还有一点白面吗 你把那白面 舀上两碗 给炒出来 等明天他没走的时候 给带上 母亲北来想开口 劝劝父亲的 但最终 还是把话 咽了下去 因为他和父亲一样 是善良的人 第二天 那对母子 早早的 就起了床 临走的时候 母亲把一个炒面袋子 塞在了大婶的手中 妹子 这饥荒年月的 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这一点炒面 你母子俩带上 再怎么也不敢饿着 在父母的叮咛声中 大婶带着儿子走了 熬过这灾荒年景之后 日子逐渐好了起来 因为家里实在是穷 我们姐妹三人 都没有上学 十几岁起 就先后在附近的 肠子里 打起了弓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 二十年后 这期间 我们姐妹三人 先后结回成家 因为父亲没有儿子 我们姐妹三人 都没有选择远嫁 即便是嫁得最远的我 离家 也就二十多里路 因为父母一辈子 都没有出过远眉 日子过得好了之后 我们姐妹三人 便想带着父母出去旅游一番 2005年夏天 我便带着父母到林省 转了一圈 刚开始的时候 都很顺利 但就在我没玩了几天 要回家的时候 父亲却在去往火车站的途中 晕倒了 见父亲晕倒了 母亲对时吓得慌了神 我也被吓坏了 随即赶紧拨打了120 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救护车却迟迟也没有赶来 眼见着父亲的脸色 越来越黑了 我便赶紧在路边拦起了车 就盼哪个好心人 能为父亲停下车 但令我失望的是 连续拦了好几辆车 都没有停下来 就在这危急关头 一辆出租车 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大姐 怎么了 需要帮忙吗 车子刚停好 司机便未到 小兄弟 我们是外地人 来这里旅游的 我爸他好好的就晕倒了 能不能麻烦你 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 我语无雷次地说道 这有什么 来来来 赶紧上车 司机一边说 一边把父亲背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 把父亲放到车上之后 司机便开着车走了 来到医院之后 司机又帮忙给挂了号 直到父亲转为委员 他才准备离开 我连忙从身上 掏出两百块钱 塞在了司机的手中 小兄弟 这钱你拿着 司机却说什么也不可以说 大姐 别这样 只要人没事就好 这怎么能行 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你开出租也不容易 大姐 听你口音是山西蕊吧 我一边点头 一边说道 是 怎么了 在我眼里 你们山西蕊 都是我的恩人 听他这样说 我备由地愣住了 大姐 不瞒你说 二十年前 我和我妈 逃难路过山西的时候 一位陌生的大伯大娘 给我们吃了一对饺子 临走的时候 还给我们带了二斤炒面 这些年 我和我妈一直都想找到他们当面致谢 可因为那时候我还小 再加上走得急 就没有仔细打听 他们住在哪里 嗨 真是遗憾 听了司机的话 我愣住了 仔细盯着他看了半天之后 我笑了 见我神情不对劲 司机愣住了 大姐 你怎么了 我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把他拽到了父亲的跟前 盯着父亲看了一会儿之后 司机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刚才只顾救人呢 我就没有仔细看 怎么会这么巧呢 停对了一会儿 司机笑着说 大姐 你先忙着 我这就回家 把妈接过来 他呀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大约三个多小时之后 司机带着那位大婶来到病房 不过 令我意外的是 大婶的手中 竟然端着一弯饺子 你猜的一点也没错 这位司机 就是当年那个小男孩 事后我才知道 那年离开我们家之后 这对母子便回到了娘家 一年后 在娘家里的张罗下 大婶又嫁了人 这件事情过后 我们两家便有了联系 直到现在 大旱之年 父亲种下去的种子 没有发芽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那年除夕夜 他无意中种下的善良的种子 却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